小小的手抓著試計 心裡再擔心害怕 還是乖乖排隊等篩檢 完成篩檢後 爸媽趕緊帶著心肝寶貝 匆匆回家 新竹市三十號增加三位確診者 是個四口之家 除了爸爸以外都確診 不過媽媽在新竹縣竹北上班 兒子也就讀竹北的特教學校 將會採檢大約三百三十人 而女兒則是在新竹市 是東區的關東國小上學 今天將完成兩千零七十二位 師生的採檢 目前感染源初不了解 和大潭電廠群聚案無關 早上突然發生 突然通知 覺得有一點不知所措 起早放春假 從今天開始放到四月十號 病毒殺得讓人措手不及 宜蘭縣某國中也出現確診者 是兩名從臺北到宜蘭 監客的待客女老師 學生到校後收到通知 從十點開始全校師生 進行快篩和PCR採檢 並且全校預防性停課十天 快篩陰性就回家 但學生們還是有點怕怕的 而在吉隆這邊 南榮國中也出現一名確診者 他所就讀的班級停課十天 全校則預防性停課一天 病毒入侵學校威脅學生健康 校方全都不敢大意 繃緊神經篩檢停課 防範疫情在校園內擴散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